要说到动物园会想到什么 首先肯定是要有动物吧 但是这部电影里的动物园 却玩出了令人诧异的心高度 男主小帅是一名实习律师 和大伙一样 也是为了生活而努力工作的平凡人 上班时热切地和同事打招呼 见到领导师也恭恭敬敬地鞠躬 可悲催的是 他当了大半年的实习生 先别说能得到赏识了 甚至连转正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小帅所在的这家律师公司 也是一个昧着良心 帮有钱人辩护的公司 有一天受害者们聚集在公司楼下闹事 公司的高层被许多人辱骂 后者忍不住谩骂 冲上前和众人扭打在了一起 小帅看到后立马赶去帮忙 并且成功帮领导解围 因为这一次挺身而出 悲催的小帅得到了赏识 获得了一个转正的机会 领导给了他一个任务 公司里有一个叫做百家利的客户 刚刚收购了一个负债累累的动物园 百家利委托小帅的公司全权代理 希望能够让动物园维持三个月 吸引更多的游客 这样就能够以高价卖出 能够得到这样珍贵的机会 小帅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然而正当他满怀信心地前去动物园时 眼前这个地方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 不仅没有热闹的景象 还有卡车不断地把动物给送走 当他找到动物园负责人时 发现整个动物园只有四个员工了 一个老园长 一个女兽医 外加两名饲养员 园里也只剩下些冷门动物 还有一只患了抑郁症的北极熊 在了解了这一惨状之后 垂头丧气的男主却在回家的路上 被一只路边的假老虎给吓了一跳 但这一下还给他吓出灵感了 他突发奇想 让大家都来假扮动物 毕竟游客们也不会想到 动物园里居然会有假动物 虽然这样疯狂的想法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但是老园长却一口答应 因为他想要守护自己的动物园 在这种绝境之下 也只能无所不用其极了 后来他们找到了制作动物装束的店家 分别准备了大猩猩 北极熊 狮子 还有树篮 有小帅负责动物园的引导工作 动物园就这样重新开业了 后来的景象简直爆笑不已 有等游客到来时 还在玩手机的树篮 有完全摸不清方向的狮子 还有害怕到腿抖 躲在石头后面的北极熊 所有人忙活了大半天 却也不见游客有增多的迹象 后来他们还想买一套长颈鹿的装束 却发现这时候店家已经跑路了 只留下脖子和脑袋的部分凑合着用 但这样无聊的长颈鹿 谁会喜欢呢 不仅如此 这时候老园长还病倒了 但也正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辛苦扮演 大家才明白了动物的感受 无计可施的小帅只能亲自上阵 虽然他很努力地去扮演北极熊 但却在偷偷休息和可乐解渴的时候 意外被游客拍下了视频 还传到了网上去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居然正是这次误打误撞 让人们看见了动物园里 有一只会喝可乐的北极熊 这一下勾起了人们的兴趣 来动物园的游客成倍的增长 好多人还是慕名而来 看到了希望的大家备受鼓舞 更加卖力地去扮演 不仅有北极熊喝可乐 他们还创新了大新型喝可乐 整个场地一下子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动物园的收入越来越多 而在不知不觉中 小帅也完成了领导分配的任务 他高兴地去向领导汇报工作 同时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自己终于获得了转正的机会 可当他还没来得及高兴的时候 领导却告诉他 动物园将会被拆除掉 有个大公司收购了那块地 想要把那里改造成度假村 此前的百家里之所以会把动物园买下 为的就是在这时间可以高价售出 后来在大家兴高采烈为男主庆祝时 垂头丧气的男主 却只能告诉大家这一难以接受的事实 虽然众人的情绪都很低落 但却并没有责怪小帅 有的只是感谢 然而动物园的员工们也并没有放弃 他们向游客免费开放 并且向大家普及爱护动物的相关知识 一时间让大家看到 这还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动物园 也正是因为舆论导向 想要拆除动物园的公司 被人们抨击成不保护动物的坏人 大公司的负责人气急败坏地来讨说法 而领导迫于巨大的压力之下 只好亲自去动物园里考察 但在一次和小帅的交谈中 此前的甲长颈鹿却不慎露馅了 再后来一切真相也陆续被曝光了 动物园更加笃定地要被拆掉 这时候咱们的小帅实在太有担当了 他主动揽下了所有的责任 并且还前去拜访大公司的老总 提议在度假村中建造生态动物园 希望可以借此改变大众对公司的看法 同时还能给动物们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最终他的提议被老总采用了 为了让百家丽同意卖出动物园 小帅还找了律师好友帮忙 借此查出了百家丽公司 不过是小帅的领导用来洗钱的皮包公司 并以此威胁领导妥协 通过小帅的不断努力 建造生态动物园计划最终得以实现 而正当他前去法院接受审判时 却收获了人们的尊重和热情 法院收到了太多人们的请愿书 致使对小帅的审判得以延期 毕竟在他的努力之下 度假村中的生态动物园如愿建成 让动物们拥有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之前那只患有抑郁症的北极熊 也被送往了北极熊文化中心 生活在了更适合他的环境 镜头里男主看着重回大自然的北极熊 这一幕便能看出动物们也需要自由 他们的真正归宿还应该是大自然 愿大家都能善待动物 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 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